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说 因为要来问本尊 会比较标准一点 原始点能不能致癌症 认为可以的举修我看一下 认为不可以的举修我看一下 不知道的举修我看一下 所以看原始点看这么久 真正答对了 只有两三个 原始点能不能致癌症 不可以啊 怎么能可以 原始点不致病嘛 我刚刚才讲过 有没有 用这样整体来看 原始点有没有在致病 没有 它不求成分 不求成分怎么有在致病 了解吗 它是怎么样 它是从药性来改善你的体质 你体质改善 相信你自己本身就有治愈能力 而是相信自己 那你求成分是仰赖外来的 你不相信你的身体有这样的功能 自己调理治病的功能 所以你需要有一些特别的成分 来帮你治病 所以这样求从国解症的人 他一般都会往医院跑 然后不再相信自己身体 包括医生说你这个要割 他也会给他割 说这个身体要毒 他也会给他毒 因为他不再相信自己就有这样的能力 那所以他会去做这些化疗种种 那如果你听懂了 这个是从国解症 那从国解症有没有办法把症状永远解决 没有 不能根治疾病 所以你再看看肿瘤 你割了之后或化疗了之后 平均一年就会再长出来 平均我看了那么多癌症 这么多年来各种案例都看过了 我内心这样评估 平均一年就会长出来 那表示他怎么样 还是就像我这一句话 只能暂时改善症状 却无法断除定根 这一句话就点出了 所以你割了一年又长出来 你看很多脑瘤也是 割了一年 第二次再长就不用一年了 差不多半年就长 越来越快 医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保命 保命还有健康 这两者 好 那你想想看 那你体质改善 会不会延长寿命 会不会减少症状 会嘛 那这样等于 我要求的两种医疗最高的目的 治病保健的目的 我们能不能做到 可以 到底是你症状解除重要呢 还是延长寿命重要 治病的目的 第一个为了什么 保命 其次才是怎么样 解除症状 如果医师跟你讲 你的病我能治好 然后把你的肿瘤割完 结果你一个礼拜 就走了 你认为是成功还是失败 但在医疗是认为成功的 为什么 你叫我治病啊 那我把你肿瘤清除干净了 我完成了 所以我是成功了 只是病人怎么样 你走了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保健功效 会让你体力变差嘛 所以他会缩短你的生命 如果治病的目的是为了保命 为最重要 那你就不应该去做破坏体质的问题 那这样生命延长了 那即便肿瘤没有处理 你担心什么 他也不害你 对不对 所以治病的目标 是为了活命呢 还是为了解除症状 这个要想 最好是两者都要 那你就想清楚